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我是 Ginny 大家知不知道原來獨木舟 都是亞運中的其中一項競賽項目呢? 獨木舟通常給人的感覺都是 坐在一條細長的船上 漂泡在寧靜的湖面 四周只是聽見自己的嘩掌聲 和大自然的呼吸聲 但當它變成一場體育項目 就再不是對抗自然力量的挑戰 而是選手之間激烈的競爭 小掃碑箱利用身體各個部份的功能 配合水面的各種變化 而克服水流、風浪和障礙 看起來異於相當不簡單 而亞運當中的獨木舟賽事 又分為淨水和激流迴旋兩個項目 淨水賽事比較簡單直接 率先衝過終點的運動員就為之勝利 而激流迴旋就會要求運動員 以特定的順序通過設有一道道水門的 全級賽道到達終點 過程中用鑄短的時間 而由沒有犯規的選手就可以勝出比賽 看著運動員初過激流而淺氣的水花 可能會打過你一直以來對獨木舟的想像 獨木舟港隊去年因為疫情的關係 痛失了參加奧運的資格 也因為隔離的措施 而沒有辦法在賽前加操 但就算面對種種不可抗力 他們仍然沒有放棄過 不過更由那時開始就積極備戰亞運 這一賽期間成為他們強化體能的時間 今屆我們更有入境處十名港隊內表出戰亞運 連署長歐打雲斯山多日親自為他們打氣 而香港賽艇一哥趙彥遜 更加一到訪問中仰言 目標是要領導今屆亞運金鞋 希望獨木舟這日生肯有運動 可以隨著亞運而宣傳 給更多人接觸和產生興趣 我們未來有機會 可以看到更多小小的競賽 如果你們喜歡我們今次分享的Ball Story 記得Like我們這條影片 和Subscribe這個頻道 還可以按鈴鐺 Follow我們最新的消息 下次見 拜拜